这会是一场内容大于形式的务实会,大国领导人间的峰会往往被认为是形式大于内容的务虚会,特普会也有务虚层面的意义。 对于普京来说,借世界杯的机会,俄罗斯展现了一个让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以外的组织有序、安全高效的形象,而普京也进一步展现出其掌舵能力。 普京接下来的六年任期里,俄罗斯需要与西方世界更多的进行和解与合作,在这方面,特普会的意义不容小觑。 对于特朗普来说,同普京的会面,意味着美朝关系和美俄关系的两大外交僵局,都快速取得了突破。 短期看,对其中期选举都是加分项,长期看,对其实施外交战略尤其积来力推的印坦战略。 这相当于突破了两个重大制约,以特朗普和普京的个性和形式风格。 在无需层面之外,两人更注重时效性,特普会和特金会的区别是,美俄关系的僵局是系统性的,但也是有很多弹性,并没有像美朝之间那样不解决何问题,就什么问题都谈不了的死结。 为什么选择非正式会晤,而不是去对方国的正式会晤,就是为了能够在现有的障碍重重的情况下早日见上,更快地就特朗普早前在推特上所列举的问题,比如解决叙利亚、乌克兰,打击恐怖主义等等,俄罗斯都能帮上大忙的问题上,探讨快速合作的可行性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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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